今晚星期五晚 都是突然而來的一些嚇嚇你的嘉賓 因為這位嘉賓 他在我的朋友身邊 他只嚇到他 因為你說他們的話 他跟我說 嘩好害怕 好重 所以今晚就帶了你上來了 呂舞 惠惠 你好 你好 我想如果有看《通靈之王》 就一定會見到你 是 今晚就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第一次上來恐怖在線 是 第一次上來恐怖在線 好了 當然今晚 真的不知道有些事情 是巧巧得這麼巧 還是什麼 這件事我今晚就一定會說 是全世界都等我講 每個昨晚都分享了一條連結給我 喂 這件事怎麼搞 什麼事 我當然不在現場 在香港 我不在台灣 但好重我有針在台灣 所以一會大家就會看到 聽到 可能它是第一手資料 就是關於昨天晚上時間 收到一宗資料 關於一個19、20歲的香港女生 在台灣的廟宇宙廟室 在廟宇宙廟室 是意外還是什麼呢 自殺還是不知道什麼 但最恐怖就是她留下了一句話 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今早都不斷看到這些新聞 是呀 都有看到內容說到 那女生留下了一個字條 就說不要再跟一個靈界的朋友去做溝通 是呀 所以今天晚上很適合找到你 因為你簡直是跟人、靈去溝通 是呀 好 喂喂 其實你也是很年輕 嗯 你怎樣開通這條天線的 其實在我很小的時候 從我適性以來 看到人已經是有不同的顏色 看到他們的能量狀態 其實當時是四處都看到靈體 但是太小了 根本你從適性開始已經看到 你不會覺得其他小朋友是沒有這件事的 我以為全世界 大家看到的世界都是這樣 是真的到自己慢慢長大 去到小學、中學那些時期 真的跟同學講 我看到這裏有什麽 他們說我完全看不到 那時才意識到 原來自己看到的是靈體 再慢慢長大 才再意識到 原來這個能力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原來是我自己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那時有沒有跟家人說 一定有 有的有跟家人說 例如 在小時候 我經常跟家人說 可能見到這個叔叔 或者見到這個意義 因為我媽媽以前有做生意 我跟她說 我不喜歡你的叔叔 不喜歡你的意義 是經常被她說的 因為我會當面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你 是的 那到大了 其實慢慢地 他們開始知道是什麽事的 同時跟他們說的時候 其實他們反應都沒有很驚訝 因為其實我家人 尤其是我媽媽 她都是 某程度上 其實她都見到的 哦 媽媽都見到 沒錯 那就是遺傳了 有的 絕對是 不過媽媽那邊 她自己抗拒這個能力 所以她都沒有去做修煉等等的東西 慢慢地 她都不想接受的時候 她自己選擇不去看 但是你就接受 兼者修煉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份禮物 還有我有一個使命感 是既然我都見到 既然我都知道 那我用這個能力去幫人 我用這個能力去做我想 即是去發展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無論靈體還是人 在我眼中都是平等的 是沒有了驅學的意思而已 但是你也要不害怕 靈體有時候真的不是人 給你那個面容 五官 可能扭曲 流血 這樣會害怕的 有時候她們的樣子 可能真的噁心一點 血腥一點 但是 其實我內心的東西 其實她們跟人都沒有分別 為什麼她們會給你一些 那麼醜惡 或者那麼血腥的樣子 是因為她們只有這些方法 引起你的主意 所以當她們遇到我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她們會知道 如果那些人是看到她們 尤其是我們這些有能力的人 她們絕對會知道 你會看到她們 那她們反而會找我求助 因為我自己很不主張 是很強硬地去對付 即是不要說調對付 好像我說到 其實是平等的 所以我都會跟她們談點數 你有什麼未解決 你說出來 解他解不解決 解決到的 處理到的 處理完你就好走 那有些真是 處理不到的 再跟你談 或者真的沒辦法幫你 如果她自己也不願意走 這些只有用強硬的方法 但是大多數的情況下 我都會選擇跟她們談好 然後用一個 真是超渡她們的方式 送她們去離開 因為這要牽涉到很多東西 你要所謂的超渡她 她也要願意讓你超渡 沒錯 她能不能夠超渡 不是說你能夠超渡她就可以 她也要有她累積回來的功德 可不可以超渡 其實是太長遠了 所謂的這些事情 待會可以再說 但是這一部分 先說說故事 你最記得 小時候 懂性 或者介乎懂性不懂性之間 有什麼最可怕的經歷 最可怕 最可怕我又覺得沒什麼 反而最有趣的是 以前中學讀書 我的學校在屋邨隔離 那裡有一條天橋 有一天我看到很多小動物在 我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小動物 然後 有很多貓在這裡 跟同學吃飯 然後牠們是走走 馬上跑走 然後我為何丟下了我一個 然後我走回去 原來牠們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 對我來說 這個又不好 是啊 所以你說有沒有一些很恐怖 其實 真的一個都沒有 你說最恐怖 那時候我只有16歲 我身邊有一個朋友 牠就有了小朋友 那個年紀一定沒辦法留下 唯有處理的方法 就是下了牠 那時候牠就找了一些師傅處理 但是牠找師傅的錢一天 牠的小朋友來找我 那次是我挺驚嚇的 那小朋友還沒離開 對 那小朋友還沒離開 牠本身是想著第二天 找師傅處理 那找師傅處理前的一天 那小朋友是自己來找我 咦 為什麼呢 牠就跟我說 姐姐 我不想讓師傅打散 牠說給我聽 牠覺得那個師傅一定會把他打散 把他收掉 因為其實那個師傅很好認識 我也知道牠的手法真的比較強硬 那一個小朋友就來找我 牠黏住了我整天 牠跟著我整天 牠跟我說 我真的很不想 你當我幫客人 我幫客人我媽媽 牠說我用這個方式 我真的很不想這樣離開 牠很想可以再輪迴再投胎 那一次牠跟著我 我都不幫你 都不是我幫得的事情 但是到那天之後 我跟牠說 要不你自己走 你自己願意離開 就沒有人會超到你 就沒有人需要用這樣的方法 這麼強硬的方法 去把你打走 噢 牠自己走啊 那時候呢 我是告訴牠 你可以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投胎 第一件事 要放下自己的執著線 因為牠也有執念 為何媽媽不要牠 但我也有跟牠談 跟牠解釋到 其實媽媽真的很小 牠沒有一個能力去撫養你 都不可以有什麼 真的帶你出生 那跟牠談完之後 我是去了醫治店 買了東西去燒給牠 燒衣包給牠 那燒完衣包給牠之後 其實我看到牠是自己走 因為其實我做超渡的方式 跟中式的超渡方式是不一樣的 我是會將牠們引領去冥界 經過冥府之後 牠們會受到一些審判 這些審判就是 在生的人做了多少功德 做了多少好的事 不好的事 然後再去選擇你下一輩子 你可以做什麼 在我的概念裡面 是一個運作的模式 那為什麼不叫媽媽去做呢 因為媽媽其實翌日已經做了 另一個師傅 但那個師傅就是 比較強硬的手法 想打散他 所以那個小朋友才來找我 但是如果你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你也可以跟媽媽說 其實牠是這樣的 不如你也先做了一些事 是不是應該這樣 因為其實牠翌日已經付錢 訂了一個師傅 所以我事後有跟牠說回 其實當牠完成所有事後 我有跟牠說回 但是牠那邊我的事 我就沒有再多問了 但是後來我也有跟牠說回 其實你那個小朋友 因為我當時 牠都是只有十幾歲 我都不想嚇牠 還有這個朋友 我跟牠是親戚的朋友 但我都沒有特別跟牠說這方面的事 之後我跟牠說回 其實你那個小朋友 你找過我的 之後牠說 難怪那天的師傅說 沒有東西跟著牠 但其實牠怎樣找著 因為當然人有三雲七拍 其實牠還沒出生 但牠也有精氣神 你覺得牠是其中一個魂 去找了你 牠的魂來找了 牠的魂 牠還沒走 是嗎 可以這樣了 牠已經給你一個信息了 可以 因為無論是小朋友 其實我們自己都經歷過 我們在上面下來的時候 即是我們投胎下來之前 其實我們會自己選父母 我們會自己選 你下來是要做些甚麼的 是嗎 自己選父母 是 你會選擇了你的人生劇本 是甚麼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已經有意識在 所以你下來 當然有隻小朋友 可能只有十天 十幾日 其實那些是真的沒有靈魂下來的 但是其實過了三十天的 寶寶 的小朋友 其實就已經會有意識下來 是靈魂在 嗯哼 即是你十幾歲就已經做超渡了 恐怖在線 回到舊事那裏 又來到這個星期的 回到舊事那裏 今天真是接觸了一個 爭離死別的地方 就是 九龍殯儀館 今集很感謝九龍殯儀館 跟我們一個crossover合作 雖然大家都有機會進去殯儀館 但是某些地方 按地去不了 這次我們的團友 真是可以一大開眼睛 喂 怎樣 其實對殯儀館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感覺 哇 都是恐怖啊 真的嗎 忌諱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不知道 莫名的恐怖 明明是我親人來的 是的 我都是尊重去送他進一程 我想看看有什麼新的體會 透過這次活動 希望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殯儀館也不是那麼可怕的地方 是的 其實是一個情的地方 這是我們殯儀館的第三樓 是的 亦都是一個叫做正音層的 七間殯儀館 之中 只有我們這一間 是有一個正音層的 我們最大的分別就是 我們的房間 有不同的設置 裡面的椅子 最主要就是椅子 這個是唯一一個設計 唯一一個設計 全香港想到這個 唯一一個人房 不好意思 先問來一點點 我見過賭場 賭場 整間賭場燒下去 我見過有人是馬會 整間馬會 是的 整間馬會燒下去 都會有的 無緣無故可以有個侄子 打過叔叔在這裡 說兩句不合不知做什麼 無緣無故打出手打翻聲 見到一隻很高 但是是影來的 剪紙一樣 橫跑過 轉了左手邊 進了一個禮堂 比澳門跑狗的 那樣的身形 但是還要大兩倍左右 是海選那天 海選前一個星期 其實我有一晚是做夢見到思浩 我做夢見到思浩 就是有個女性離開了她 但是當時我都沒有去 做完這個夢 我知道到時看到思浩 可能要跟她表達 但是我都沒有想過 因為當時我比賽的環節 就是其他比賽的東西 但是去到場地之後 我覺得那樣東西是不能做的 即是會打擾到場地裏面的其他東西 我都不想去 始終我們借人的場地去比賽 即是不可以去打擾到場地裏面的地方 我都有跟劇組說 其實不可以這樣進行 他們是臨時換了一個題目給我 所以真的不知道 是的 所以他們是臨時換了一個題目給我的 然後到那一刻 其實我走到過去 我看到有一點害怕的 那一刻真的 我第一次來打大佬 然後其實那一刻 其實那個時間差不多有15分鐘 但是因為節目問題都剪了很多 其實我還沒說話之前 我已經看著時不停哭了 因為你已經知道那個女人 沒錯 想跟她說話了 其實我當時是共感到她的情緒 因為其實她的 你說是否看到她婆婆的靈魂 其實不是 反而是直接地共感到她的情緒 然後她這個情緒會告訴我 其實是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她有這個情緒 所以當我真的感受到她的時候 就已經跟著她一起哭了 然後我再說到這件事 大家都哭了 那你何時知道上來我這個節目 何時知道 何時知道 幾日錢不止了 好像都約了一段 一個星期 其實也好像約了一段時間 那你昨晚有沒有發夢夢到我 沒有沒有 我想聽 你會不會夢到那些什麼 你要告訴我 放心你沒事你很健康 是不是 剛才有人問 可不可以看到我什麼顏色 咦 你是不是看顏色 看了顏色 即時看 即時看 是嗎 哦 是嗎 是啊 哦 OK 因為對我來說 氣場 有顏色 有她的厚薄 有她的質感 還有她的光暗度 這些都是 可以看到的東西 即是可以分辨到一個人 可能無論她的性格 還是她現在的狀態 是的 即時診症 即時診症 嘩 好害怕 即時診症 我不怕 我什麼都不怕 你說 照說 你是屬於黃色和藍色氣場 黃色 和藍色 黃色代表什麼 黃色呢 通常都是有自信的人 才會帶著黃色的氣場 這個100% 而且黃色的人 很清晰自己在做什麼 100% 亦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整件事來說 對自己 對大家的得益是最多 100% 加上藍色氣場的人 是一個很深情的男人 面那一層很固定 但裡面那一層 嗯 不要說一下 還不錯 是的 藍色是這樣的 是的 藍色很酷 是嗎 因為其實每個通靈師 都會有一本自己的字典 因為其實每個通靈師 他們見到 至少對我來說 其實他們見到的東西 我會有一本字典 例如氣球 我曾經有見過一個女人 我看到有兩個氣球出來 我就想氣球是什麼 然後第一刻我就叫做廢 原來他的廢是積了水 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通靈 你說是否像大家看電影 有很多畫面 是有很多畫面 但我們作為通靈師的角色 我們都要去拆解這些 可能有一些符號或象徵 其實會在你通靈的時候 是給你的 所以我自己會有一本字典 例如什麼顏色 是代表什麼 但其實每個通靈師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這個都要根據他自己的解讀 對於他來說 那個顏色代表什麼 顏色就是其中一件事 但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最初接觸你的時候 他說一坐下來 你就說到他家人 什麼時候去哪裡移民 去哪裡 exactly說到的東西 哇 有沒有那麼誇張啊 他最初不認識你的 就是這樣說 他就告訴我 他真的能說到這些東西 那其實你是通到那個人 他正在想的東西 還是什麼呢 通到當事人他正在想的東西 是嗎 是 就是讀到不通 是 因為其實我 如果是問人問事 我不會去利用靈體去做這件事 我只有一個情況下 我會跟靈體直接溝通 就是真的要幫他們去處理問題 如果我要問那個人的東西 其實你人已經是一個靈魂 是啊 我經常都強調萬物皆有靈 人已經是一個靈魂 那我為什麼還要去找其他的靈 去跟你溝通呢 我直接去跟你溝通 那更加好 加上 這個是一個直接直接的聯繫 如果我要問你的東西 我當然是問你本人最好 我為什麼要去問身邊的東西 是啊 你就說 你會代入的角色 比如在那個節目裡面 其中一環 就是要測試你們去看那個空案現場 你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是啊 你要拆解 估計是不是那件事 嗯 那這件事原來你是要進入受害者的情緒 嗯 其實當時他們給我們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條片 就是你們看到一個拍著屋的那個片 嗯 那當時他看那個片 他就說給了一個日子我們 那你就要說回那個日子 是這一間屋 我看的是什麼事 那當時呢 其實他播這條片的時候 很明顯 其實客廳是有一個靈體在那裡 所以我一來就說停在客廳那裡 嗯 然後呢 我就去回 把我的意識 帶到當日 在這個空間 這個時間點的這個空間 那麼就去看一次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自己的能力最強是一個共感這件事 那就是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然後再共同感受一次當時發生過經歷過的事 嗯 所以你會代入了一個角色 可能他很慘的 被人殺害那些 那你會不會崩潰的 有試過 有試過的 哦 是的 這件事是有試過的 因為其實在我自己的修行裏面 我都會做這類型的練習 嗯 我有一個朋友是很喜歡去不同的廢墟玩 而他是我很好的練習隊長 他每次都會拍一些照片給我 去做練習 OK 然後他就會給我一些照片給我感應 然後叫我去說 那個場地可能發生過什麼事 或者是有什麼事 但他也未必知道的 是的 然後他會上網做資料才讓我看 他是對答案的修行 所以其實有一次我很記得的是 他給我看了一個場地 那個場地 裡面 這個場地其實有傳很猛鬼 但是當我感受到 我跟他說裡面什麼都沒有 但是是不是有一個圓圈的符咒 我一直問他 你有沒有在裡面看到有圓圈的符咒 他說圓圈的符咒 他就沒有看到 但是他看到裡面有個法壇 是有人曾經試過法的 OK 那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你走出來之後 反而又很不舒服 立即凍了 因為很明顯那個場地裡面 它是一個焗爐 哦 它是在裡面撕了發 然後封住一些東西 是不出也不入 封印了靈體裡面 封印了在裡面 但是裡面其實 它搞這麼多東西 是為了封印一隻靈體 而那個靈體 其實是在那個牆地裡面 穿著紅色的衣服 雙頸自殺 哦唷 然後所以那些靈體進不去 只可以圍著外面 所以其實他那時候也跟我說 其實一出到去 他已經馬上吐 但是在裡面 他反而覺得很舒服 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 因為其實所有的聯繫 都是雙方 就算你通靈的話 其實都是雙方 對方不會不知道你在通靈 所以其實那個紅色的靈體 就是那個紅色衣服的靈體 他是知道我有去接觸到他 而他那幾天 其實他是不斷哭 不斷咆哮 他想你救他 沒錯 他覺得自己死得很不憤 其實是怎樣死的 他是自己在廁所上吊自殺死的 但是他這個上吊自殺 是因為偽情自殺而 所以這樣做 而他偽情自殺之後 他在那個地方 不斷去騷擾那裡的人 所以才找師傅去封印了那個地方 但是封印了之後 他出不來 但是其實他 其實在這件事 我自己的情緒是很激動的 因為我不能綁他 因為就算 他害人 對 因為他害人 但是我同時感受到 為何他要這樣做 因為 其實他有讓我看到 一些男人怎樣去對待他 動手打他 然後是 因為他們曾經有一個小朋友 是被他打到沒有了 所以其實在這裏 我很無奈的 我知道你害人 我不可以幫你 我都不會去破其他師傅 撤下 因為你真是害人 才被人承認 但是同時我感受到 作為一個女人 你的悲痛 你的傷心 那最後怎樣 最後我都 沒有了 看完了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60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的一個combo 還有 也可以上課 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都後悟都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的